朋友们好,咱们今天又见面了 今儿这期节目咱们讲起学校里的故事 这期故事有点邪门,有点吓人 提前我得跟大家通知一下 这件事呢,咱们在讲述之前还是老样子 先感谢一下咱们家这叫王泽成的朋友 他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上初中这年的事情 泽成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广东,泽成是广州人 由于他们这个学校现在还在 所以说泽成不愿意透露学校的地址 事情是发生在他上初中这年的 初中这年的有这么一天 这天呢,泽成由于白天犯了点错误 老师把他给留校了 留校下来之后呢,老师先是说了他一会儿 说了有二十分钟吧 说话这会儿就接近六点钟了 但是老师把他说完之后 那意思要是解决这件事 不能这么简单的,那得有惩罚 什么惩罚呢 是让泽成负责当时两个班级的卫生 由于当时泽成犯的错误 我好像是跟泼那个墨水有关系 把学校的那个教室给弄脏了 所以说老师这么惩罚 他也是正常的 这个不叫体罚 这咱能够接受 如果我干了坏事 老师让我这么干 我也能够欣然接受 所以说泽成这天晚上呢 就老老实实的开始 按照老师说呢 回到两个班级的教室干活去 泽成当时上的这所初中是艺术初中 为什么他要干两个班级的活呢 因为他当时是在两个班上 一个班是文化课班 另外一个班呢 是三个他们专业课班 然后集中到一块上学的 也就是说一个学生 当时是有两个教师的 所以泽成就得负责两个班 但是他这两个班呢 也得给大家说一下 一个是正式的教室 四十多个人 然后里边桌椅板凳什么的 就是咱们上课的那种教室 还有一个 那个教室就不是咱们正规的教室了 人家是学音乐的 所以那个教室里边呢 等于是音乐教室 里边有钢琴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等于泽成呢 得负责这两个教室的卫生 这个卫生是不太好做的 这天泽成说记得 大概是不到六点时开始忙活的 然后是直到干到七点多钟的时候 才把这两个班的教室 基本上干完了 这会儿泽成发现天已经黑了 那这天这一黑了 泽成这瞬间才感觉到 学校里边好像已经空如一人了 留校他让他做卫生的老师 早就已经离开学校了 泽成这会儿就感觉身上有点起鸡皮疙瘩 就觉得学校里边这么晚了 一个人都没有 有点害怕了 所以呢 卫生实际上并没有做到百分之百 泽成就提前结束了 最终是于七点十分左右 正式的离开学校 泽成他们的教室 是在这个教学楼的第四层 也就是说离开学校他得下三层下去 当时整个这个大教学楼里边 基本上是没有一个人了 不敢说百分之百一个没有 但明面上瞧不见人 教学楼里边静的 里边什么都能听见 哪怕是厕所那边水管子 滴下一滴水来 都听得特别清楚 所以泽成这会儿就有点害怕了 尤其是从四楼走到楼梯的时候 那楼梯往下边到三楼的位置 不知道哪个缺德的 可能不知道学校里边有人了 三楼以下的灯全都给关了 下边整个是漆黑一片 而且泽成身上没有任何的照明设备 只能这么摸着黑的往下走 接下来 走到二楼的时候 泽成忽然就听到 二楼一间教室的门打开了 并且开门的声音非常猛 光一下 让人给撞开的声音 泽成当时心里就一慌 但是再一琢磨 应该学校里边还有人 可是这会儿他不可能在楼梯间这等着这个人 对吧 他就继续的望着三楼下边走 走了又没有几步 忽然 泽成就听到 这楼道里边传来 那种木椅子撞击地面的声音 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有人拿着木椅子 照着地面上碰撞 碰撞的力度不是说特别的重 但是呢 不停地在嘎登嘎登地磕着地面 而且当时这木椅子磕着地面的声音 在望着楼梯间这边逐渐地移动着 泽成当时有点害怕 这谁要大把人拉椅子干嘛呀 但是还是继续往下走着 走着走着 他就发现这个椅子的声音就越来离他越近了 这个速度就走得比他明显的要快得多 当他走到二楼楼梯间的时候 刚刚看到二楼的那个二字 泽成就发现此时这木椅子已经到了三楼楼梯口那了 这会儿 泽成下了一个特别错的决定 什么决定 想慢下脚步来找人就个伴一块离开 所以他就站在二楼的这个楼梯间这站着等着 等着上面的人往下下 可是接下来上面的人往下边下了没有几步 泽成呢其实应该是喊一声的 同学你也没离开学校吗 如果要是我我得这么喊 但泽成他比较内向他没喊 他就站在楼梯抬着头 透过楼梯的那个杠杠中间往上瞧 看看是男同学你同学还是老师呢 结果往上面这么一看 我的妈呀 一把椅子从楼梯上慢慢缓慢的移动下来 这把椅子根本就没有人去扶着它 或者是没有人去拿着它 而是这椅子自己在动 当时泽成以为自己眼花了 哎呦 这椅子怎么自己动啊 再仔细一看不对啊 这不是眼花来 这椅子就是自己凭空在往前移动 而且好像像个人似的 椅子在往前走路 泽成一下害怕了 嗷的一声尖叫 是奔着二楼往一楼开始就跑了 刚跑到一楼还一拐弯的时候 脚底下不知怎么回事 一打滑 从一楼的楼梯咕噜咕噜咕噜 直接就给遮到一楼去了 到了一楼把泽成的摔得有 可是这会儿他什么都顾不上 因为刚才那把自动行走的椅子 还在奔着一楼这边下了 泽成这会儿连滚带爬的 就从地上直接爬进来 起身之后 直接就望着门外边冲 一边冲着站在操场上就开始喊 狗鸣啊狗鸣啊 他这喊声您听到了吗 比这还得大上十倍 再加上这学校里边已经没有人了 七点多了这会儿都 那么一下那传达室那边 看大门的大爷就听到了 大爷马上就从传达室里边走出来了 看着这孩子 他一出来一看这孩子怎么了 怎么疯成这样了呢 达老远的就喊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泽成一看门口阿伯出来了 对着阿伯就大叫 阿伯救命啊 有鬼啊 阿伯当时大老远的一瞧 泽成这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孩子都疯了 阿伯呢就往前迎泽成去了 就奔着泽成跑了 但是跑的也很慢啊 毕竟老头岁数大了 慢悠悠的就跑到泽成身旁 怎么了孩子 出什么事了 有个椅子 有个椅子从暗楼自己走下来了 当时老大爷听完 眼睛都立起来 什么 你看到什么了 有把椅子 泽成这会儿吓得已经说不出话了 大爷当时一看这情况 又上下打量一番泽成 这孩子身上受伤了 因为广东人穿的露出来的比较多 一看就看得出来膝盖也破了 脸也脏了 手也脏了 所以这阿伯呢 也就没给这孩子解释 拉着泽成就回办公室了 进了办公室 让泽成坐呢 大爷就开始呢 从那个抽屉里边找云南白药 一边找云南白药 还继续问泽成 你刚才说你看到什么 一把椅子 我刚才从二楼下来的时候 有一把椅子在追我 那椅子自己会动 吓死我了 然后大爷又问他 那你怎么这么晚的还一个人在学校里 老师让我留下来坐卫生 大爷一听完眼睛 瞪了一下 马上就特严肃地问泽成 你是哪个班的 哪个老师把你留下来的 我是 我是郑老师他们班的 我是初中一年级的 啊 你们老师真的 我的妈呀 怎么会把学生留到这么晚呢 我这老师好过分啊 当然了 阿伯这边的跟他一边说着话 手也没闲着 说着说着 这云南白药就找到了 找到完了 开始给泽成擦药 擦了半天 然后擦完之后呢 泽成呢就在大爷这坐不住了 吓着了 当时他说我害怕 我想赶快离开学校 我就跟大爷说 那个 我要回家了 我得走了 谢谢你阿伯 站起来泽成就要出去 可是泽成刚走了 没几步 大爷直接就追上来了 喂喂喂 那个同学先不要走 跟你讲个事啊 回家之后一定记住了 让妈妈呢 给你弄点牛奶喝 最好呢 再吃块巧克力 还有吃点牛肉什么的 千万不要忘了啊 多吃火鸡大的东西 当然了 你吃个鸡也可以啊 但是一定记住了 要吃带关子的大公鸡哟 这泽成当时一听 给理解错了 他认为大爷认为 他说坏了 回去让他补身体 反过来给阿伯解释说 阿伯 我没有事 没有摔得很严重 没关系的 我回家了 谢谢你啊 转头又要走 阿伯马上又把泽成喊住了 哇 不是啦 你理解错误了 孩子 我不是说让你回家呀 吃这些东西 为了补身体的 我让你吃的这些东西 是补你的地魂的 你地魂受损了 刚刚我帮你擦药的时候 我摸出来了 相信我 回家一定按照我说的做 吃得越多越好 今天晚上也不要学习了 不然的话 你会生病的 泽成天丸更猛了 什么 什么地魂是什么东西 就开始问老爷子 然后阿伯呢 就开始不给泽成解释了 只是继续嘱咐的 千万回家 按照我说的这么做 然后这天晚上的事 就这么过去 到家之后呢 不用说了 泽成是撒不了谎的 身上受伤了 他妈就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泽成妈妈刚问了两句 直接就哭了 刚才真的是给孩子瞎着了 就把刚刚发生的事 给他爸妈 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然后他妈就问他 喂 你再说一遍 那阿伯让你吃什么 然后泽成呢 就把阿伯让他吃的东西 给他妈说了一遍 结果 他们家有鸡蛋 有牛奶 别的没有 最终呢 泽成是万万想不到 他以为他爸妈不信这些东西了 可是没想到啊 大晚上 他爸竟然下楼上 茶餐厅给他买去了 比如说人家说 吃了牛肉什么的 那他茶餐厅都是能买到的 给泽成是买了一大桌子 而且必须让泽成 按照老头说的 全都给吃了 并且不但这天晚上 让泽成按照老爷子说的 吃了好多东西 转过天来 泽成的爸妈不让泽成上课去 让他在家休息三天 怕把他吓坏了 因为他爸妈认为 老爷子说的是完全对的 尤其是这种神兮兮的老头说的话 一定要相信 但是这天晚上 这天晚上在家休息了一天的泽成 七点半左右 一家人吃完了饭 刚要坐着想看电视去 忽然 门铃响了 当时泽成以为是家里的亲戚了 就去开门 结果一开门门 啊 是泽成的班主任来了 啊 老四 我今天没有上课 我妈说给你打电话请假了 可泽成这话说完之后 班主任竟然对着泽成 特别温和的笑 我的妈 泽成当时疯了 我打进了这个班 上了快不到一年的学了 我没见过我们班主任笑过 我们班主任就是一个 特别严肃的那种老变态 老臭女 怎么今儿这样了呢 泽成当时特别慌 但是同时他爸妈也就走到门口了 就把门打开让老师进来 进来之后 一家人就跟老师客气 可是客气了没有两句 这老师竟然说 哎呀 泽成的爸妈 不要忙不要忙 我不是来给你们找麻烦的 我是来看泽成的 我听说昨天 泽成好像吓到了 那个 我呀 不会买东西 也不知道给泽成买什么东西 补一补什么的 我呢 带了点东西过来给泽成 结果老师说 就从口袋里拿出了一袋现金来 一百块钱一张的 看这个厚度得有五张 泽成当时一想 这怎么了 这是 老师给我们家送礼 这是 这奇了怪了 包括泽成的爸妈也觉得这不太对劲了 马上就问 哇 这这这行不通 这老师怎么能给他钱呢 没事的 没事的 他已经好了 昨天都好多了 但是泽成的老师是执意的要给 当时就跟着泽成的爸妈在那打勾起来了 最后闹了半天 老师没辙了 把钱就给扔到泽成家的桌子上 再接下来 就是开始要求泽成的父母能不能让泽成进屋 他好像有事要跟父母说 那这就不用说了 父母肯定让泽成回避 但是老师跟泽成的父母聊的是什么 泽成就不知道 再往后边老师这天等泽成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了 泽成就问爸妈到底出什么事了 老师为什么给我送钱 还有跟你们说的什么 但是爸妈死活不告诉泽成 只是说 说这周别上课去了 让他下周再去 然后过了这么一会儿 泽成他爸就把泽成叫到旁边书房里边去了 说要跟泽成聊聊天 这聊天本来以为要训泽成了 可是没想到 泽成爸爸开始给泽成做起思想工作来 他说我爸当时特别严肃 整体椅子绕了半天的椅子就是说 让我不要把看到椅子这件事 等回学校上课时告诉任何的同学 仅限于我知道 而且呢 爸爸妈妈都答应老师了 老师以后也会认真照顾你的 所以说你也是看着你们班主任的面子 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 这泽成啊是个能听话的孩子 他做得到 但是他好奇 他想问他爸妈到底是为什么老师说的什么 可是爸妈就不跟他说 就这样 泽成真的就在后边在家休息了整整的一周 然后就去上课了 但是自从泽成回去上课之后 泽成就非常不适应 以前一直不怎么待见他的班主任 变得跟他亲妈一样 对他那种关心让泽成理解不了 经常中午还给泽成买些吃的 泽成有时在怀疑 这我们班主任是我们家亲戚吗 跟我爸妈是不是干了什么 非法交易什么的 我怎么感觉这么害怕呢 整整 泽成后边这三年的初衷 上的都是迷迷糊糊的 这班主任对泽成好的是了不得 每天晚上饭学就差一块跟泽成走了 可是直到了后面 一直 一直泽成的爸妈都没告诉泽成的原因 但是等到了他上了高中的时候 最终还是讲给泽成的 原来泽成知道了原因之后 才明白爸妈的用心 爸妈不能告诉他 一旦告诉他之后 他可能会更害怕的 那这个事是怎么回事呢 咱先不说那把椅子的事 咱先说那看门大爷 这个看门大爷闹了半天是大有来历 是这学校责称上学是现任校长的亲二叔 而且这老头以前也是这学校的老师 是教务理的 这老头在这学校干了好多年 对这学校了如是长非常的了解 但是自己的侄子呢 等于在这儿当上了校长 然后反变回来 干脆就看了大门了 但是学校里边一查换一查的 学什么都不知道 都觉得他就是个普通的老头子 可是谁曾想泽成那天晚上 遇到椅子的这件事 当时不是告诉这老头了吗 老头晚上回家 就给校长打电话了 然后就把昨天晚上发生那件事 老头怎么找到的泽成 从头到尾讲给校长一遍 但是大家听到这儿 千万不要认为老头责怪的是老师留孩子 不是 这老头责怪的是什么呢 是你作为一个班主任 在我侄子的手底下干活工作 并且你还是学校的老老师 你知道学校当初出过什么事 那么你为什么要在我侄子任职期间 把一个孩子留的这么晚 万一这孩子要是出了点什么三长两短的事 谁背锅 你自己班主任背锅 还有就是校长要背锅的 所以老爷子当晚上就不干 哎 那几位我给您把这个讲懂了 那咱问题其实才真正来了 那这学校出过什么事 老爷子这么紧张 就这么坚定的会把孩子吓着呢 我告诉你 这学校早在不到十年前出过大事 而且是特别大的大事 这事是怎么回事呢 是个特别蹊跷的一件事情 这学校十年前有老吊扇 都吊在房顶子上吊得特别高 再加上学校的教室 本身是五米高的那种教室 这在课间休息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同学踢键子 把一个键子踢到吊扇上 但是太高拿不下来 再加上马上就上课了 这学生就没法拿了 然后到了放学 这孩子一直就不走 就老想爬上去 购自己那键子去 结果呢 他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开始挪椅子 什么叫挪椅子呢 就是把椅子越楼越高 他好爬上去 够那吊扇 上面那个垫子 结果这孩子 爬到最高处的时候 咣当一下 下边的椅子直接给翻了 从上面直接就给遮下来的 而且遮下来的非常突然 他没有任何准备 所以呢 朝着下边的一把 摆在那一套桌椅上 一头就摘下去了 这一下砸下去 本来要是砸在正常桌椅上 应该是没事的 但是也够呛啊 肯定也得去医院 但是不至于要了命 可是没曾想 下边放的这套桌椅 其中的这把椅子 这椅子的椅背上 不是织出来那种头吗 咱们的椅背上 不有那种木头 给织出来吗 那个木头 不知道怎么回事 身上给磕掉了一块下去 形成了一个尖角形 也不是说特别尖 你要是拿手普通过去摸一下 他没事 问题是这孩子 从多高掉下来的 你得知道 而且啊 当时也是凑巧 这个脑袋直接后脖 就着在这椅子 背的那个尖角上了 噗的一下 就炸头裂了 当天晚上 这孩子就死在教室了 而且没有人知道 这孩子现在已经在教室里边 断了气了 直到了晚上八点多钟 家长发现这孩子怎么不回来 那人肯定得找到学校来 这首页的老师一看这个 那家长带你上班里看看去吧 可是没想到啊 带着家长到了班里边咱们夜瞧 老师家长全傻了 只见这小孩这会儿已经 断气了 那说到这儿 大家应该全明白了 首先您先明白了老师为什么去探望泽成 肯定是校长让去的 如果不去的话 这老师可能就别干了 那您也明白了好多东西 为什么泽成看见这把椅子 因为自打出了这件事之后啊 校方一开始本以为这事平息了 但是后边连续好几年 经常有同学跟学校汇报 说 我 我看到一把能自己走的椅子 就在咱们学校的楼道里边 蹦来蹦去呢 今天啊 咱们聊的这个故事啊 嗯 应了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 朋友们经常说 这个人比鬼吓人 比方说人呢 有酒鬼 烟鬼 色鬼 凡是世间上的这些欲望 只要您耗上一门 而且耗的是忘记了自我 迷失的人生 那么您做出来的好多事情 那比鬼可可怕 那比如说咱们今天的故事吧 咱今儿就是要给大家讲一个 关于酒鬼的事 这事呢 是咱们家一个叫做笑不媚的一个小姐姐 提供的这么一期啊 来自河北廊房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啊 就是发生在河北廊房的 这位叫笑不媚的小姐姐 家里是住在廊房周边 她说我们家靠近北京 是个村子 归属于廊房管理 好多次呢 北京差点把我们这村子要走了 也就是说差点我们就算了北京人了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这村子老出离奇的事情 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村里就经常出怪事 所以使得我们这些村民们 不得不经常讲起这些鬼故事 所以我们那个村子的人呢 就对这些鬼故事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直到了我大学毕业这年 大学毕业之后我都回到家了 到家里边忽然间有这么一天 大概是中午吃着饭吧 奶奶就进来几次白脸的叫我 让我出去看热闹去 结果呢 我就跟着奶奶去隔壁村了 奶奶呢 当时呢 在隔壁村有个牌局 经常是那玩牌去 所以奶奶不怎么在我们村待着 经常到隔壁的村里边 跟人家打牌去 这天呢 原来是奶奶说 那隔壁村里边出了一件怪事 让我过去看热闹去 我到那一看呢 我这才知道 打老远的看见 一个特别大的铃棚 铃棚外边站着人山人海 起码的有几十个人 大家呢 都围在这铃棚周围 没有一个赶过去上前的 唯独呢 有这么一个男的 岁数挺大的 有个六十多岁 站在铃棚旁边在那比划 我当时呢 就跟着奶奶过去了 到那时候走到人群边上 奶奶就问人家 怎么样了 这棺材抬得动了吗 能起来了吗 我当时听得满头雾水 由于路上奶奶没给我讲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呢就迷糊了 我就问奶奶 奶奶出什么事了 什么叫抬得动吗 奶奶这才沉下气来 告诉我说 嗨 别贴了 这户人家 本来今天应该早晨起来 九点多就出病的 结果呢 来了四个人抬棺材 这棺材抬不动 现在那棺材就停在灵棚里了 这个棺材就好像让人呢 拿某钉给某地上似的 我当时一听我的妈 我是这事了 马上我就害怕了 我说 奶奶 你带我看这干嘛 奶奶 这怪吓人的怪晦气的 嗨 没事 就跟着看呗 看热闹呗 你看那棺材 就在灵棚里边那口大黑棺材 一边说着 我奶奶还一边往里边指着 我呢就目不转睛盯着这棺材 可是说实话 当时我去的时候 没有人靠近那个棺材 也没人抬 看来刚才最热闹的时候 应该是过去 那这事出了 咱就先放在这 先不给大家说了 那大家这会儿就得懵圈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带好好的 怎么这棺材就跟某钉似的 抬不动了呢 实际上这件事 它是有前因后果的 那首先呢 我就先给您说说 躺在棺材里边的这人是谁 这也是咱们故事真正的主角 也就是说 正是这个死者出了问题 这棺材才抬不动 这人呢 是我们隔壁村的人 我们隔壁这个 您听着像是隔壁村 实际上跟着我们就隔着一条河 但是姓氏啊 什么的都不归属于一个村 这人的名字叫老七 村里边的一个二皮赖子 按东北人说的话 就是街流屋子 忙流屋子 平时不干正事 而且这人呢 不只是不干正事 年轻的时候 二十岁不到 把婚就结了 按说生活过得应该挺不错的 媳妇也贤惠 可是呢 他爱喝酒 喝酒喝的特别多 喝完酒就跟媳妇闹 您说他是真正的家暴吗 他不是 他喝完酒 脚底也跟采米后套一样 他也打不动他媳妇 问题是他喝完了架不住 他闹啊 一闹起来 隔院里边是撒泼打滚 时间长了 人家谁跟他在一块 过日子 对不对 后边呢 他媳妇呢 就说说我上城里打工去 结果到了北京 没两年 回来就跟他离婚了 等于是人家又跟着别的男的 一块过日子去了 结果就剩了他一个人 打二十四五岁 二十五六岁吧 就自己 这么跟浪腾帮子一样 天天就在这村里边瞎晃哟 这人呢 没什么收入 四处行骗 四处坑 四处蒙 把这周围的都蒙遍了 开始上镇上蒙去 经常挨打 但是这人呢 他不蒙大的 他蒙小的 因为他的需求 也不是说特别大 他每天就是想蒙上 这么一瓶白酒来 没有这个酒 他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所以一来二去 时间长了 过了好多年 大家都知道 这老七啊 成了个酒鬼了 不但老七成了酒鬼 而且这酒匹是越来越大 喝到最后 老七都喝出花来了 我给您说一下 老七是怎么喝酒的 谁要是一听完了 就得知道 凯神是真有生活 不然讲不出来这些事 这老七喝酒啊 有个讲究 其实这不叫讲究了 这是要死了 要作死了 老七啊 常年端着个大铝饭盒 这铝饭盒 就是咱爸妈 九十年代 末期那会儿 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 用的那个 长条的铝饭盒 这铝饭盒 它干什么用呢 天天在里边 撒上薄薄的一层米 然后放点水上 蒸锅给它蒸了 就不丁点米 也就有铝饭盒 那么四分之一高厚 然后呢 买上一瓶 必须是浓香型的烈酒 至少得五十六度以上的 然后呢 用半瓶这个酒 倒在这饭盒里边 跟米饭 爬爬一搅和 而且米饭不能凉了 必须得是热着 然后老七 踢了踢了踢了 连这口米饭 在那半瓶酒 全部给它送下去 您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等于它把这酒 一下挥发扩大了好几倍 只有这样老七 才能感觉到酒精的快感 然后呢 还留下半瓶 这半瓶呢 基本上老七就是下午了 光光光 一口一口罐 然后这一天 这才能过去 哈哈 您听见了吗 这够能喝的了吗 我估计您身边 也有这样的人 我说的这种喝酒方式 在早年间 有好多咱父母那代人 都是这么喝酒的 当然 这一定得是达到了 酒鬼级别的 那这老七 变成一个大酒鬼了 达二十六七 就开始这么喝 所以呢 喝到了三十八岁这年 就给喝死了 那真叫活活喝死的 喝到肝功能 最后都丧失了 而且眼睛 逐渐都看不见事的 那死完之后呢 老七家里边 肯定也得给他办事 别管怎么着 这必定是个活人 他也有父有母 老七的爸爸 走得特别早 就剩他妈一个人 老七死了之后 他妈其实并不是说 伤心一绝活不了了 因为老七折腾他妈 也折腾好长时间了 天天骗他妈钱 他妈也没钱 是不是 把家里边惹的都已经 没有人喜欢他了 所以老七的死呢 家里人不是不伤心 但是早有准备了 知道老七啊 后边活不成了 可是呢 我给您说的这些 都是里子活 说白了 什么叫里子活 人家家里自己人的事 问题是外面的面子活得做呀 老七再缺德死了 他也是他儿子 怎么着也得给他办丧事 所以妈妈呢 就叫了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就开始操制起来 老七这丧事了 这廊坊人呢 操办丧事 跟北京天津那边差不太多 有停七天的 有停三天的 由于老七活着的时候不太得人 所以准备就给他停三天就完了 而且呢 由于他们家是村子 并没有火化 准备给老七是土葬的 问题是 把老七啊 停在灵棚里边 头几天没发生什么事 只是有这么一天晚上 断了一次店 这天晚上闹腾的挺吓人的 但是不值得一提 算不上什么鬼事 可问题是到了出殡 准备把老七拉到坟地里边下葬的那天 这一天呢 从镇上雇来了四个台棺材的 和一个主事的 北京和天津叫大辽 这主事的跟着四个人 一边念叨着 一边就准备抬老七这棺材 得把老七送到墓地去 可是问题是 这棺材不知怎么回事 这四个壮汉就抬不动了 这四人啊 一开始上去台 其中一个就说 哟 这怎么回事 怎么那么重啊 然后剩下的三个人呢 其中有一个经验特别老道的 这人就说话了 呀 不对劲啊 这棺材怎么起不来呢 然后这人呢就开始念叨 哥们 我们是帮帮干事的 送你一程的 可别找醒我们了 咱把事顺理成章的办完了 然后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跟我们可没关系 哥们 我可起了啊 说完话之后 这人就喊口令 来一二三 大家这么一谈 可是这棺材就是不动 纹丝不带动的 整个棺材就好像嵌在下边放棺材的两个大木椅子上 马上这四个人就知道不对劲 人家是干专业的 对吧 人家懂这个 立马人就撒手了 撒开了那棺材杠子 一下就从林棚钻上来了 就跟那大辽说 那个老吴老吴 快进去看看去吧 不行 这人走不了 还不到时候 这会老七的家人一听就蒙圈了 您忘了身边还一大帮三老四少亲朋好友了 怎么了 不刚才他都喊了起零了吗 怎么队伍不往前走啊 结果一回头 大家一看呢 我的妈 走不了 这棺材抬不起来 所有人就蒙了 但是里边的他有年轻的 他不信 他认为这是抬棺材的这几个人想骗钱 然后这几个亲戚呢 就上去试试去 看看这棺材是真不能移动吗 结果一上手 我的妈 这棺材就如同有万斤重刺的 根本无法撼动 这下大家相信了 一下子这件事就闹起来了 旁边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 甚至玩的半截麻将牌的奶奶都过来瞧了 奶奶一看这个太好玩了 回家呢 就叫孙女去了 然后咱们小姐姐不就到了现场了吗 那咱那小姐姐到了现场 这帮人干嘛了 想折了呗 想招了 正在跟家属沟通啊 这事到底该怎么办呢 结果呢 结果还是人家大了比较聪明 人家直接就问这个家主 就是老七他妈 老太太问您个事 这那死者生前有什么遗愿吗 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老太太就那是琢磨 哎呦 这孩子这一辈子未了的事多了 哎 那个媳妇大年轻时就跑了 你说是不是想他媳妇 是吗 那老太太他媳妇到场了吗 哎 到什么场啊 人家跟别的男的都都有孩子了 早就跟他分了 你说这怎么办呢 这孩子不愿意走啊 太年轻啊 留恋着人时间呢 大了一听得了 这没戏了 这解决不了了 媳妇都跟人家结婚生孩子了 现在也不可能找人家去 对吧 然后就又问老太太 那您琢磨琢磨 还有点别的什么事吗 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啊 您这孩子生前还有什么没解决的 老太太越琢磨越想不出来 一直的在那哭 哎呀 我哪知道 我平时也不找个家 没有什么事啊 哎呀 我也不清楚 完了 老太太失去语言组织能力了 问题是大了一看 这不行啊 这个 这怎么办 问不出个究竟来 这事我不能不解决 他是干这哈的 可是正在这朝气之时 哎 打旁边有几个男的在这喊 哎 你试试 给他倒点酒 看能不能动了 这老七生前的就爱喝酒 我觉得他是不是没给他备酒啊 嘿 大了这么一听 对哦 有可能啊 而且酒太简单了 非常容易找着啊 对不对 要不然就按照人说的事一下 立马就招呼老七家的亲戚 您赶快上厨房里边拿酒去 咱拿酒试试 看看这棺材会不会动 结果您才怎么着啊 当时大了拿着半瓶酒 往这棺材前面横着这么一洒 一边洒着一边念叨着 行了 那个这个兄弟 咱不闹了啊 老太太还在这呢 那是你妈 把你妈下招就坏了 你听我的 咱走了 咱上路了 啊 尘归尘 土归土 你要是喝酒 你跟我说 我给你撒 说完之后 拿着酒 哗就往地下撒 撒完之后 朝着旁边那四个台棺材的 一时眼神 那台棺材的棚 上去之后 拿手这么一起 哎呦 我的妈 这棺材给起来了 这棺材这一动啊 顿时间周围的 这些人们是花生一片呢 我呦 这这老七 看来是还没走啊 哎呦 不给酒 他还不走 一下子 这事闹得更凶了 吓得咱们小姐姐 往他奶奶身后躲 他奶奶这会儿也后悔了 哪知道能见到这场面 然后再接下来 咬 您就瞧吧 当时啊 您就没见过 这样出殡的队伍 这个队伍可就奇了怪了 队伍后边末尾 指定是他们家的亲朋好友们 中间抬着那口大棺材 然后前边三个男的 一人手里拿着一瓶酒 那个大辽领在正中间 没走上一会儿就撒点酒 没走上一会儿就撒点酒 就这样呢 足足是撒了不到两箱酒 才把他哄着 哄到坟地上 赶等到了坟地啊 这大辽呢 又想出一个招来 为了后边下葬能顺利啊 别出了别的事啊 所以呢 就让家里边的人 再弄上一箱酒来 把这一箱酒呢 全部都起开 然后撒在 给他挖了这个 埋棺材的大坑里边 把这大坑里边 是有多少撒多少 给他布满了酒 当时啊 咱们听友说啊 别提了 当时现场的那个酒气啊 四处飘香啊 你想是撒了多少酒啊 哪有这么出殡的队伍啊 这个出殡的时候 没放多少泡 反而呢 撒了好几箱酒进去 但是您别说 真是管用啊 这天呢 就这样 把老七就给埋到坟堆里边 入土为安了 后边啊 大辽还嘱咐老七他妈 和老七他妹妹 包括家里的人们 说 千万记住了 以后啊 赶上响起来了 就给他望着坟头子上啊 上两瓶酒 而且上酒的时候 千万记住了啊 一定给他打开 撒了 不然的话他喝不着 让人家捡走了 那他可就不干了 那要说正常人家 人家大了都说这话了 人一定听得进去 对不对 起码后边一两年 得保持住了 问题是老七生前作孽太多了 把自己的姐妹啊 爸妈都骗得够了 呛了 所以说 没人理会这事 反正也给你埋了 我们就不管你了 后边就并没有按照大辽所说的去做 但是啊 自打 这老七下葬之后 没些日子 家里边的人 你不是不给我上酒 据他们那个村人说 说老七没少回到村里边 坐进他们家人去 老七倒好 他不找兄妹人 他专照着自己妈妈 妹妹 弟弟下手 把自己妈妈和弟弟妹妹弄得是狗腔 尤其那会儿村里边疯传的 说大夜里边 老七跑到他们家床根底下去 告诉他妈说 喝酒喝酒喝酒 把他妈吓得差点 当天晚上就去了市了 结果 后边您猜怎么着 家里的人让老七给吓怕了 他经常会来找赢 所以呢 直到了现在呢 您都会看到 只要您到了我们的村 到了我们村里的那片老坟地上 您会发现 有一座坟 这座坟旁边特别奇怪 满处放的都是破玻璃酒瓶子 好多好多 没有一个人敢过去收拾去 这座坟是谁的坟呢 那正是老七的坟 那么就此的话呢 您就能看出一件事了 首先老七的家人 一定是经常给他供酒上坟去 这是必须的 其次是什么 为什么跟您说 这事在我们那闹得特别凶呢 因为村里边的人 捡水瓶子捡酒瓶子的人 有的是您知道 老太太一看见这些东西 是绝不放过的 可是老七坟头边上那些酒瓶子 虽然大家都知道能卖钱 但您瞧瞧 有一个人敢去捡的 所以说这么多年 堆积在老七坟边上 全是各式各样的 白酒瓶子 咱们今天给大家说一个 关于七月十五的故事 好久没提到七月十五了 那这七月十五是什么日子 我想我不用跟大家说了吧 而且从小呢 一旦到了七月十五临近的前三天 和后三天 老人们都会说 晚上早点放学回家 别在外边玩去 现在是鬼节呢 那么老人说的这些话 它有用吗 它有意义吗 我跟您说 它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有的小伙伴就说了 我七月十五那天 我跟我几个哥们 还上外婆喝大酒去了 我们在街上的小摊上 一喝喝到夜里三点多 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这怎么说呢 这玩意就跟抽彩票似的 有的人呢 天天在坟地待着 他都没事 有的人就去了一次 就中了奖了 和您平时买体育彩票 没什么区别 它是有命中率的 可是您不能因为 它命中率非常的低 咱就去屡次尝试 那可能就会惹出事来的 这不吗 咱们今天这个故事 就是这么来的 今儿这个事啊 是发生在天津的 好多期咱都没讲到天津故事了 前日子好多朋友问 怎么天津老出事呢 是因为咱家北京天津 还有广州的厅友比较多 所以这三个城市的故事 就相对多一点 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下 是咱们家一个叫王鹏的 天津小哥哥提供的 王鹏岁数不大 今年才28岁 这事呢 是发生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自己亲表妹身上发生的 事情要是讲起来的话呢 那咱就得跟着我回到十多年前了 这十多年前啊 王鹏说 我表妹家呀 买了套信房 这套信房呢 在天津城市的边上 但是呢 他这房子还挺特殊的 守着天津河边 离河特别近 买的时候啊 还是按照旺河楼买的 也就是说 房价相对来讲 要比别的地儿还贵点 可是买的时候啊 我辜负他们也没曾想 这房子买坏了 不应该守河这么近 因为您挺后辈嘛 后辈没写日子 我妹就出事了 哈哈 我学的这不好啊 但是差不多 大概就是这意思 您听见刚才我说这意思了吗 他妹妹等于家里买了套新房 在天津郊区边上 而且是在河边的 那么在天津市啊 来讲呢 在河边买房子 是正常的一件事 那望海楼守着海河边 价格老贵了 当然他这不是海河 他这是天津的一条小河 但是这房子买完之后 谁也没曾想 后边会惹出乱子 一开始起初 买完房子 刚搬进去 一切挺顺风顺水的 没发生什么事 可是住了两个多月 刚巧赶上了这么个节日 而且这节日特别的不好 是中原节 可是我姑姑他们那家人呢 不信这些东西 拿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当事 所以呢 临近中原节 7月14的这天晚上 竟然带着我妹妹 上河边溜湾去 其实咱说实话 这事要搁我们家发生不了 我爸我妈特别在乎这些东西 但是搁我姑呢就够呛 我姑是个人民教师 根本不信这些所谓的什么鬼神 所以这天带我妹妹呢 出去玩也没有所顾忌 由于那个年代呀 国家还没有管 就是说在街上烧纸的事 晚上我妹还有我姑父 还有我姑姑 他们三口走在街上 我妹就说 妈咱回去嘛 有点吓人 你看哪都是烧纸的 但是姑姑呢 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东西 这怕什么的了 走在上河边那边转去 然后妹妹呢 也就没当事 就听妈妈的话 跟着妈妈奔着河边的 可是这接下来呀 我姑跟我妹 还有我姑父 刚刚走到河边上 还没走了几分钟了 我妹忽然间 就跟我姑和姑父说 妈 哎呦我头晕 我怎么不舒服 没有劲啊 然后我妹当时 说这话的时候 我姑就注意到了 怎么了 可是这怎么了的 拉字还没说完 我妹这会儿 已经站不住了 直接一下子 就要堆呼在地上 您懂什么事堆呼吗 就是站不住了 腿要软了 一下马上就要坐地上 我姑跟我姑父一见状 立马弯下腰 上去就扶我妹 当时是我姑父 一把从后面抱住我妹 哎 怎么了孩子 怎么了 结果刚刚抱住我妹身上 这手刚插到 我妹的两个腋下 刚这么往下 这么一插 我妹忽然间 蹬一下 就站起来了 可是这一站 可就站出声了 为什么呢 这会儿得给您解释一下 妹妹当时不是蹲下了吗 身体半蹲 差点蹲在地上 我姑父等于在后边 这么一插她 想给她抬起来 但是我妹忽然间 一个爆发 往上一顶 脑袋等于一下 撞到了我姑父的下壳上 我妹当时起来的特别愣 这上冲力非常大 再加上我姑父 正好是往下 咚一下 就端我姑父下壳上 哎呦我的妈呦 您听到这儿 是不是听着都疼啊 这一下给我姑父端子 一下子直接 我姑父就把下嘴唇给咬破了 然后拿手就捂着嘴 可是这会儿 我姑父捂着嘴 这正疼着了 你要说我妹 你把你爸撞成这样的 你不得管吗 可是我姑父这捂着嘴 站在边上 您才瞧我妹干嘛了 我妹当了刚才站起来之后 一下就跑到河边上去了 站到河边上转过头 对着我姑 还有我姑父 根根根的笑起来 这时候我姑扶着我姑父了 因为我姑父被她撞着了 但是她这孩子这么一笑 我姑懵了 呀 你干嘛呀 你笑什么呀 我妹一边笑着 而且还往后退 眼瞅着退着就退到河边了 我姑这会儿就急了 哎 看后边别往后退了 你笑什么呀 这孩子 你把你爸撞成这样的 你怎么还笑呢 可是我姑这话说完 我妹根本听不进去 继续站在河边那笑 我姑姑当时一瞧着 这孩子怎么了 就在此同时 我姑父那嘴也差不多缓上来了 把手这一张开 我姑一看呢 姑父嘴上都是血 但是口子也不至于太大啊 反正也撞得够呛 马上我姑就说 没事吧 严重吗 破的 我姑父嘴里难受我这会儿 啊 没事 没事 这下撞得够呛 疼死我了 他干嘛呀 他怎么了 他怎么还笑呢 也就是说这会儿 我姑我姑父还迷糊着 可是我妹站在河边上 就越发越失控 但是我姑这会儿还没意识到 还在那数了我妹 你干嘛呀 你别笑了 过来 过来 你把嘴都破了 可当我姑的这句话 再次说完了 我妹接下来做出来的举动 让我姑这才反应过呢 这孩子怎么了 怎么像是 中邪了呀 可是我姑看出来的时候 为时已经晚了 我姑刚要上前去 抓我妹去 只见我妹 原地腾空跳起来 可能得有一米多高 一下子就跳到河边的 那个石栏杆上去了 我姑马上懵了 哎 你怎么上去呢 可是这话说完 已经没用了 我妹已经站在石栏杆上 拿手伸得长长的 指着河面和河队 按照这一片 大声地喊着 拆我房子 我没地儿去了 一直也没人管我 我自己一个人 都难受死了 我妹当时 站在这大石台上 喊的是泄丝敌脸呀 此时旁边全是烧纸的人 还有一些行人们 再加上她又对着 这条小河的河面上 非常的开锅 那回荡声 连河队岸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旁边的这些行人 和一些忙碌中的烧纸的人们 能听不见吗 立马大家就像我妹 投出了异样的目光 可是您别忘了 今儿是几儿啊 今儿是什么日子呀 这是七月十五啊 大家伙 明显的全都慌了 可是毕竟当时人非常的多 再加上天津人呢 爱抗个热闹 而且热心茬 爱帮个忙管个事 没一会儿人就都聚集过来 可是敢等着人逐渐的聚过来 我妹闹得就更欢了 竟然对着大家说 告大家伙说 说是 他是被人害死在这河里的 但是他家就住在这门口 虽然是被害死的 可是他有个家 但是到后边 有人把他们家的房子给拆了 他找不着家 不认路了 回不去了 然后他爸妈呢 家里边的人也都不管他 现在他没地儿待着了 大家伙一听完 我妹说的这些 所有人都慌了 其中有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比较热心 告我姑说 大姐呀 这孩子 我感觉像是中了歇了呀 这是怎么话说的 我姑当时跟我姑父 俩人脸都白了 我姑跟我姑父是文化人 解决不了这种事 吓得我姑全身哆嗦 我姑父在边上也束手无策呀 就在这交捷之时吧 大家伙正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忽然 打人群中走着来个老头了 这老头啊 长得挺一般的 看起来像是个六弯的大爷 也没什么特殊的 手里边捏着都是核头 剩下就没什么特点了 但是走到人群中了 老头是第一个冲上去的 直接就冲到了我妹的 站的这十吨的底下 抬头就跟我妹对话 哎 哎 索尼了索尼了 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跟我喊什么 我尾妈不跟你喊 你是干嘛的 你管得着我是干什么的吗 你是谁 你先给我下来 你先下来 你不下来 我打散了你 你信吗 你要干什么 你是谁 你不怕死吗 哼 我怕死啊 但是你不具备 弄死我的能力 你下来 我数十下 你不下来 我就打散了你 你信不信 这句话说完 老爷子就把双手 核十先放在胸前 嘴里边暗中 不知道念的是什么 然后两只手 开始做着各种奇怪的手势 由于我姑实在不懂这些 给我传达的不够清楚 我姑描述不清 老爷子到底是怎么比划的 不过反正是经过了一番比划 马上啊 又把其中的一只手的手掌 对准了这个 不是这个 那是我妹妹 对准了站在高台上 我的妹妹 又对了我妹大贺 马上就十下了 下来吧 我妹当时站在高台上 一开始还气势凶猛了 可是一看这老大爷的手掌 这么正对着她 立马她害怕了 可是那十台子很窄呀 那如果我妹要是害怕了 向后边这么一栽 掉一起可就掉河里了 我姑跟我姑父知道 她不会水呀 这下姑姑和姑父忍不住了 冲着我妹就冲上去了 当时是我姑父和我姑一块抱住我妹腿的 可是就在这一刻 当我姑和姑父一抱住她的时候 这老爷子一下子就从原地跳下来了 您知道窜起来多高吗 我姑说那老爷子就好像会飞似的 竟然瞬间跳到我妹旁边上 拿着她这个单手的手掌 朝着我妹后背 砰就是个蜜牌 框仓一下 把我妹从这十台子上就拍到我姑和我姑父的怀里 只听当时老爷子把手掌拍到我妹后背上 我妹对着天上是仰天一声叫 啊 这声叫完之后 等掉到我姑和我姑父的怀里的时候 我妹已经浑过去了 这一切的发生 统共加一块不到五秒钟 当时所有人都懵了 但是一瞧我妹掉下来了 大家是一下蜂拥而上 把我姑还有我姑父给围上了 您看了吗 这就是天津人 真的热心 真的汪芒 上去是七嘴八舌 马上大家伙就说 那个孩子他骂呀 快恰人重 哎呀 别恰人重 他这不是恰人重的事 掐他手指头 掐他重手指头的肚 旁边什么人都有 各有各的说辞 但是这人群特别的慌乱 刚刚救我妹的那个老爷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消失不见了 这当时啊 是这样的 按照众人们说的呀 掐我妹人重 掐中指 没掐几下 我妹就有了呼吸了 就缓过来了 但是身体特别虚弱 说不了话 状态就是这样 这是怎么了呀 我姑跟我姑一看 孩子醒了 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心才沉下来 然后再转过头 一看那老爷子 没了 并且这时候 大家伙也都说没看到 不知道那老爷子 到底跑哪去了 当时啊 还是要以救我妹为主 观察我妹的情况 看看要不要救救护车呀 但是不一会儿 我妹慢慢就缓上来了 缓上来呢 逐渐的就能站起身来 可是我姑说 此时你妹的脸是蜡黄蜡黄的 面色苍白 但是必定我妹这会儿算是缓上来了 我姑接下来呀 她注意力全都放在那老头身上 还是打心里边要谢谢人家 可是我姑一通的四处张望 还是不见这老爷子的踪影 旁边的人们也都帮着我姑四处探 没有 老爷子真不知哪去了 可是就在这姑娘 人群中忽然间有一个天津大哥 在那喊了 那个大姐啊 快带着孩子快回家吧 这老爷子啊 他愿意那么救你们孩子 人也没打算让你谢谢 要不然人家也不会走 这是孩子跟老爷子的缘分 没这老爷子 这孩子可就麻烦了 你听我的 快回家吧 今儿这日子呀 不适合在外边溜达 我姑当时一听这大哥说的话对吗 太对了 立马答谢了众人大伙 然后扶着我妹和我姑父 赶快回家了 从这起通过了这件事 我姑先别说我妹了 到了我奶奶那儿 见了我们这帮小孩 我姑比我奶奶还虚道了 经常是告诉我们说 这七月十五啊 一到了中年节的前三天后三天 你们可千万别给我出去乱跑呀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的故事给大家说完了 本期故事咱就说到这了 别别别别别别的 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 大伙伴们